澳大利亚的懒人被动投资有哪些呢 混合型基金 科技基金 亚太基金 新能源基金 政府债券基金 地产基金 矿业能源基金 究竟哪个才适合我们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澳洲基金分为四个板块 分别是 1.澳大利亚本土基金 2.全球资产配置基金 3.宏观基金 4.商品基金 今天我们针对第一部分 澳大利亚本土基金中的宏观类基金 给出几个推荐 1.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类基金 基金代码RINC 推荐理由 发达国家基建最终往往超出预算 基金可获得超额回报 2.分红类基金 基金代码VHY 推荐理由 澳洲高分红基金吸引着全球投资者 该基金筛选了有超高分红的优质上市公司 基金组合 3.债券类混合型基金 基金代码VAF 推荐理由 澳洲政府债和企业债回报较高 企业运行相对稳定 该基金是投资级债券的组合 4.锂矿和电池技术类公司 基金代码ACDC 推荐理由 澳洲锂矿丰富 目前新能源电动车对锂矿需求旺盛 该基金能够享受行业红利 同时降低单个股票大幅回撤的风险 5.小企业基金 基金代码KSM 推荐理由 澳洲鲜股很多 风险较高 该基金通过专业筛选出财务稳定 潜力更大的小股票投资组合 6.房产基金 基金代码MVA 推荐理由 地产看重规模效应和现金流 该基金跟踪澳洲规模最大 流动性最好的一批地产信托 下一期我们会针对澳大利亚本土基金 根据行业 例如医疗类基金 矿业类基金 新能源类基金等分类 给出分享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